今天,泰王室突然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。 泰王的长女,44岁的帕茶拉长公主被曝,突发心脏病,生死不明,甚至有媒体表示她已经死了。 此消息一出,引发了舆论哗然,要知道,在泰王的几个孩子里,长公主是唯一能扛得起江山重担的人,她母亲是泰王的表妹,也是她的第一个妻子,出身高贵。 无论是血脉还是能力,长公主都是宝皇派眼里最珍贵的独妙妙。 她如果就这样突然没了,那别说王位继承,王室内斗,整个泰国恐怕都要大乱。 之前,泰国一小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之中就已经开始传,帕茶拉长公主正在遭受严重的健康问题。 但当时还没多少人信,甚至在英国记者安德鲁 Andrew Marshall 说出此事时,不少人还在评论里骂她。 但很快安德鲁就确定了消息来源,进行了确切的突发报道,并一直在更新情况。 据几位王室消息人士称,帕茶拉公主今天在考爱国家公园和她的狗一起跑步时,心脏病发作。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,直接把人们炸醒了。可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。 在长公主病发后,她马上被送到了Petron Nana医院,这是位于赫勒府的一所大型医院。 但公主的情况却没有丝毫好转,相反,医院为她做了几小时的心肺复苏术都没有成功。 在听到女儿突发重疾的消息之后,泰王当夜马上乘坐直升机赶到了医院。 由于心肺复苏术没有用,人们决定让她飞到曼谷接受ECMO治疗。 这是一种在心肺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时也能让人们维持生命的方法。 ECMO可以暂时去做心脏合肺的工作,通过体外机器迸送血液,为血液输送氧气,帮助身体排出二氧化碳。 按记者安德鲁的说法,这基本上意味着她已经死了,但被人为的保持活着的状态。 同时,曼谷北部有居民表示,当夜确实有三架大型军用直升机从考爱方向返回曼谷,那么晚了还有直升机是件很不寻常的事。 而这正和安德鲁的消息对上了,很有可能就是帕查拉长公主在考爱的医院没有就回来,只能通过直升机送回曼谷,靠ECMO治疗维持生命。 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一天时间里,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,快到让人难以相信。 帕查拉才44岁,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呢? 此前,泰国官方一直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传出来,但高层的一些异动也应证了长公主的情况危急。 泰国总理巴欲本来在布鲁塞尔参加峰会,原定于周四离开,现在已经提前离开并返回了泰国。 王室高级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,愿你远离一切意外和疾病,配图是一张长公主的照片。 显然是在为长公主祈福,这也侧面应证了长公主病重的消息属实。 直到15日下午,泰国王室事务局才发布正式公告,公告内容和安德鲁报道的差不多,也是帕查拉公主在训练狗时失去知觉,之后被送到医院急救,然后飞回曼谷的朱拉龙宫医院继续施救。 不同的是,公告上说公主病情稳定,没有报道里说得那么危急。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,就不得而知。 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,帕查拉长公主如果真的突然去世,对于泰王室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打击。 因为泰王室除了她以外,真的是没人了。 泰王就不用说了,几十年来,昏庸无道,流连花丛,去年还曾因呼吸道问题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,差点没了。 无论是保皇派还是反对派,估计都等着她离开的那一天。 等到泰王离开了,她的孩子中谁来继承皇位,这看上去是一个已经有答案的问题,实则不然。 排在王位继承顺位第一名的,就是泰王唯一的儿子,十七岁的提帮公王子。 这孩子,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不少次,她的生母是泰王的第三任妻子希拉米,如今已被咽起,削发出家多年。 而且她家世平庸,也帮不上提帮公什么忙。 提帮公几乎从小就是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的,更糟糕的是,她的健康也有问题。 泰国官方表示她有发育障碍,而媒体爆料是说她疑似患有自闭症,总之她的身心发育都能明显看出来是比较迟缓的。 之前一场活动上,泰王在前面拜高僧,场面非常肃穆。 结果提帮公从后面一下环抱住了她的姐姐思蕊范公主,还抱起来颠了一下,她姐连忙把她拉开,旁边的苏提达也赶紧帮着处理。 这样不顾场合地玩闹,和这些年来的报道都说明,即使她是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,但她完全没有能力在实质上继承王位。 提帮公还有两个姐姐,二姐是热爱时尚的思蕊范公主,这位公主的身世也很不一般。 她母亲是泰王的第二任妻子,小明星于娃希达,于娃希达为泰王生下五个孩子,四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 泰王当年或许是忌惮,儿子们被老泰王看中,会夺走她的王位,将四个儿子及娃希达全部放逐海外,永世不得回泰国,只接回了没有威胁的女儿思蕊范。 现在35岁的思蕊范公主,虽然日常也会和泰王、王后等一起出席公开活动,但她基本不参与正事,她也没有那样的人脉势力,所以主要在时尚业发展。 排除了思蕊范和提帮公,唯一能符合所有人对继承人期待的就只有她们的大姐,帕查拉长公主了。 帕查拉长公主的母亲是泰王的第一任妻子宋莎瓦丽,宋莎瓦丽是泰王的表妹,也就是施力级太后的侄女,顶级贵族出身。 而帕查拉的外婆家同样也是顶级贵族、玉昆家族。 有两大顶级家族作为亲戚,这一点相较于其他兄弟姐妹来说,让帕查拉占尽了血脉上的优势。 贵族血脉不仅让帕查拉更容易受到其他宝皇派贵族的支持,更重要的是,野心勃勃的施力级太后将筹码都堵在了她身上。 太后一定要让拥有自己家族血脉的帕查拉上尉,因此肯定会费尽心机帮她拉拢势力,精心筹谋。 除了这些外部助力之外,她的自身实力也不错,早年去了康奈尔大学学习法律,后来在泰国一步步从政,影响力越来越高。 综上所述,帕查拉长公主绝对是泰王所有孩子里最出息的。 当然,也是宝皇派贵族们最看好的一位继承人了。 大家本来的设想是,在泰王死了之后,帕查拉继位。 或者提帮公继位,做名义上的王,帕查拉做摄政王,总揽朝政。 有帕查拉这样一个靠谱的人在,王位继承应该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了。 直到现在,帕查拉并威的消息传来,所有关于王位继承的设想都将被打破。 王位何去何从都已经没人知道了。 。 感谢观看